Miliscom的操作方式 起来我们建立一个新的 标题什么,我们测试好了 前面这个并没有非常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把它输入下去 不输入也还好 选取乐器 乐器,哪一个乐器,你需要什么乐器,自己选 那,看你需要哪一个自由,狗签好了 你也可以其他的,守风签或者是 铜管乐器有什么 藏号,木管,藏笛,信正 你可能有两个乐器,这样选一个也够 剩下是 符号 高音符号,低音符号 那我们现在都不动 剩下 拍子,几拍 四四拍,四三拍 我们就四四拍 完成 他就完成一个这样子的 浦给你 那怎么输入呢 这是两步嘛,一个口琴一个长笛嘛 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假设我们要来 输入一个东西,记得点完这一个点之后 按下一下,英文字N,N按完它就出来这里 那假设我们要最简单的,现在只是示范,所以我就简单打 按下,收 米 米是二两拍,所以 这一个 收米米,再来 到这一栏的时候 到这一栏的时候,你一样点一下这一栏 按N 发蕾蕾 发 再来 蕾蕾 我就试两小节就好了 这做错了怎么办 就按Delete 看回出来 发蕾蕾 收米米,发蕾蕾 那这个 长笛呢 吹 一样点了 按一下N 那我长笛也 两个都吹一样的好了 好 那一样是 收 米 米 事上它已经跳过这边了,所以你也可以 继续接 继续接 发 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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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这有附点,如果你需要附点就点这个再去拉,它就有附点 我们简单做 我们简单做,做完以后怎么办 怎么输出成我们的WAV档 档案 选择汇出 汇出这边是PDF,你可以选择 其他的有WAV档,有MP3 好,那我们选择WAV 好,就TEST 这里把 这里要做的是 点 WAV 储存 音讯档 好,它就会出来 那会出来在哪里 再看一次,我们刚才会在哪里 会出 文件里面有一个Muliscone3的里面 这里 所以 我们在 文件里面 有一个Muliscone3 里面有一个 乐谱 这边有个TEST.WAV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 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就可以利用 WFV或MP3 你就可以汇到 Squish3里面去 Muliscone是用乐谱 来自动帮你产生旋律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做和弦 假设 就是 我们这个不要用这个 我们把它Delete的掉 把它Delete的掉 那如果我这边要做和弦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 假设四拍的话 就这个 法律律 我是斗法拉 这样子 可以做和弦来 去把它 完成一个有和弦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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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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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